2014年漫威公司出品的美国队长2 让许多观众认识了这位名叫伊丽莎白欧森的女演员 随着漫威电影的逐渐扩大伊丽莎白欧森 慢慢从一位小透明变成了好莱坞一线女星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伊丽莎白欧森 相信绝大多数人的原因是因为她的优秀颜值 其次是她的身材堪称为斩男杀 最后就是演技也很不错了 今天我们来欣赏一下伊丽莎白欧森的魅力 前不久我们的漫威女神飞红女巫伊丽莎白嫁人了 据外媒报道伊丽莎白欧森在参加节目时 改口管未婚夫叫老公了 五年姐弟恋修成正果 两人出门被狗仔拍到食指环扣好甜蜜 伊丽莎白的无名纸上戴着戒指 结婚都这么低调 很符合伊丽莎白的个性了 演技好人又美 还这么低调自律 实际上因为有一对全美家喻户晓的童心双胞胎姐姐 顶着姐姐们的光环出道的伊丽莎白 曾受到不少质疑 可是伊丽莎白不靠任何人 没有动用过姐姐的任何资源人脉 愣是靠自己的努力和实力 在好莱坞站稳了脚跟 拿下漫威飞红女巫的角色 现在她比两个姐姐还要红了 说到伊丽莎白 必须要从欧森家族说起 在好莱坞也是备受关注的家族 欧森三姐妹的艺术细胞 遗传自她们的芭蕾舞演员出生的母亲 她们的父亲是房地产开发商 除了双胞胎姐姐 伊丽莎白还有一个哥哥 大姐叫艾希莉 二姐是玛丽凯特 这对双胞胎姐姐出生四个月时 她们的母亲经朋友推荐 带着姐妹俩去参加电视系列剧 全家欢的事情 结果当场被制片人看中留了下来 在她们九个月的时候 电视剧开拍播出 尽管她们还不会说话 但是这对萌娃却成为了该剧的小明星 随后的八年里 她们跟着电视剧成长 成为了全美家喻户晓的童星 但是欧森姐妹的成绩可不只是这些 她们遇到了一位天才经纪人 索恩是个理财高手 她在担任欧森姐妹的经纪人后 不但为她们终取到了每级15万美元的片酬 还帮她们出专辑 开公司 推出以双胞胎形象主打的各种产品 赚得盆满钵满 两个姐姐如此优秀 作为妹妹的伊丽莎白 肯定压力不小 伊丽莎白说 小时候演戏最初只是一个爱好 生活在90年代的人都知道 童星玛丽凯特和爱希丽欧森 在1994年 她有幸出演了姐姐们的连续剧 玛丽凯特和爱希丽的历险记 出场到了演戏的甜头 然而 她并没有像她的姐姐们那样 认真对待演戏这件事 伊丽莎白说 对我来说 这从来都不是演戏 伊丽莎白欧森10岁时 欲从演艺界退出 1999年 伊丽莎白刚满10岁 但她已经在演艺圈身心俱疲 她一直是独自参加试镜 她解释说 因为姐姐们 我一直没有试镜成功过 我本可以通过他们走一些关系 但我不想这么做 伊丽莎白在和父母谈过之后 她觉得 作为童心的负面因素 要远远大于正面 之后 伊丽莎白在芭蕾方面 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毫无疑问是受到了母亲的影响 即使她忙着过普通青少年的生活 可伊丽莎白仍然有着远大的梦想 我还是渴望成为一名演员 剧院是伊丽莎白 进入好莱坞的切入点 为了向姐姐们看齐 欧森决定考表演学校 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们的名气 让我更加坚定了学习的决心 17岁时 她搬到了美国的另一边 进入纽约大学 艺术学院学习 在那里 她下决心要证明 自己有能力成为一名演员 其中一种方法 是在舞台上表演 我一直认为 剧院是个好地方 剧场演员和好莱坞演员 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两个那么出色的姐姐 伊丽莎白难免会被人 拿来进行比较 人们质疑她不如姐姐 但是伊丽莎白 从来不在乎别人的评论 坚持做自己 因为父亲在她小时候 就告诉她 不要和任何人比较 你只需要不断地战胜自己 成为最好的自己 在大二时 伊丽莎白开始了 独自闯荡演艺圈的生涯 一开始 她在百老汇当角色剃演 她没有依靠两个姐姐来获得任何一个角色 因为不想被别人说是借助欧森姐妹的名声上位 她甚至还改了自己的姓氏 在伊丽莎白四处参加视镜寻找机会的时候 她的两个姐姐已经改行了 她们18岁时 成了双星娱乐集团的总裁 曾尝试进军电影行业和脱口秀节目 但是最终选择了时尚行业 不得不说 欧森姐妹不但拥有艺术天赋 还有很优秀的商业头脑 伊丽莎白的这两个姐姐 从十几岁时就开始推出青少年服装品牌 并入驻沃尔玛在全美和全球的风店进行销售 在放下演艺事业后 她们经营起时装女装品牌 成为了时尚圈的宠儿 但她们依旧是好莱坞狗仔追逐的对象 在各种活动场合都能看到她们的身影 早就流明好莱坞的星光大道 伊丽莎白说她对着装打扮完全不在行 多亏了两个姐姐 大三的时候 刚好赶上搬家的伊丽莎白 拖着四个超大的行李箱 去参加迷懵懵昧的试镜 试镜结束之后 她又拖着行李离开去找她的住处 伊丽莎白骨子里十分文艺 在试镜时 她选择的大多是独立制作的影片 也就是小成本的文艺片 所以她也是妥妥的文艺女神了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她想要当演员 而不是明星 在电影《迷蒙梦魅》里 她扮演了一个人格分裂的角色 精湛演技为她赢得了多项提名 获得了芝加哥影评人协会 随后她又接连出演了《红灯》 《沉默之巫》 秘密情势 《爱杀达令》等作品 一部一个脚印 稳扎稳打 慢慢地引起了大制片公司的关注 2013年 沉淀了几年的伊丽莎白 终于迎来了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她开始进入商业片领域 一出手就是大片 她加入了电影《哥吉拉》剧组 不过这部影片给她发挥的空间并不大 但是很快 她就将获得一个经典角色 同样是在2013年 伊丽莎白接下了她职业生涯中 最受瞩目的角色 漫威电影中的飞红女巫 旺达一角 她第一次是在美国队长2 酷寒战士的彩蛋里出现 第二年她又在《复仇者联盟2》 《傲创纪元》里出现 接下来的几年里 她又出演了《美国队长3》 《内战》 《复仇者联盟3》 《无限战争》 《复仇者联盟4》 《终局之战》 她的戏份越来越多 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继扮演黑寡妇的斯嘉丽·约翰逊后 伊丽莎白也成为了不可替代的漫威女神 今年1月 由她担任第一女主角的《妄达幻视》开播 伊丽莎白也迎来了她演艺生涯的巅峰期 她的演技也比以前更加成熟 以及能够轻松驾驭《飞红女巫》这个角色 不再是当初那个对着空气尬眼的声色漫威新人 说到漫威情节 伊丽莎白其实也是个漫威漫画 这是受到她哥哥的影响 伊丽莎白的哥哥很喜欢漫威漫画 每个星期她都会去收集漫威漫画 家里堆满了许多漫画书 伊丽莎白就跟着哥哥一起阅读漫画书 《飞红女巫》就是她崇拜的超级女英雄 伊丽莎白私下里也是十分独立的女性 这一路走来 她靠着自己的实力出圈 获得了现在的成就 她说这得益于她的爸爸 她从小就教会三个女儿 要学会独立 不要靠男人养活 很显然 伊丽莎白不管是在经济上 还是在精神上 都是独立的人 好莱坞那个大染缸里 许多女演员为了角色会做出妥协 但是伊丽莎白 一直以来都坚定着自己的立场 不随大流 在我还上学的时候 不这个字 特别让我记着姐姐们曾经被人孤立 她变得越发有力量 我认为对女性而言 不是一个强有力的词 就好像拒绝毒品 只要你想 可以随时随地的说不 她拒绝开社交平台 不想花精力去给自己打造什么人设 也不想去关注别人的评价 她只想低调的过日子 演自己喜欢的戏 这才是真正的演员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咔咔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